原本在高雄市劳工公园后方的伊德夜市 违法摆摊30多年 却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当地住户的同意 遭到禁止涉摊 警方是出动大批警力管制 不少摊商也在附近陈勤 希望市府能够再给予缓冲期 不过当地居民却是希望环路于他们 让每周一都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 这些很无辜的人 可以有一口饭吃 只是这个诉求而已 长期占据道路未经合法申请 而遭到禁止摆摊贩售的伊德夜市摊商 从回劳工公园表达不满 警方也出动200名警力进行交管和取缔 让原本打算举白不条抗议的摊商 只能够向媒体诉求 话讲得很酸 就政府这么做我们也没办法 对啊 能够怎么样 不是说高雄要发大财 发在哪里 我们是指定要素人发大财 不要说发大财 我们就不可能发大财 我们只是说要求三个人家就好了 你现在抢住 把我们拢起来 摊商抱怨连连希望市府能够给予辅导和协助 而现今市府安排摊商到合法的场所摆摊 像是凯旋青年夜市 却遭到摊商不小的反弹 因为扣除掉租金和电费根本是做白宫 之前他已经整理两次都没有成功 很多之前去的人已经亏了 全力已经亏了很多 所以很多生育摊不想进去做生育 不要说减贪 只有都做白宫给予 对啊 这里的生意就好了 普通啦 别人看做这个有更好 我们是做百货的 应该是都 就是摊三档而已而已 早先在意的夜市摆摊 一天着收清洁费和电费只要两百多块 但是搬到合法的场所 可不会只有这些费用 让许多摊商却步 不过附近的住户可是被困扰了多年 对于摊商的诉求并不认同 只希望能够缓入于民 虽然他们走后会清扫 但是那个恶臭都在啊 因为那个油汤的东西 你倒在最高啊 那个都在啊 我觉得很 台湾的人就是很赖贫啊 一匹一天下无难吃啊 所以说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为我们这边住户着想 当年为了摊商生计 高雄市议会制定了七年的落日条款 没想到七年之后还是出现争议 摊商希望能够以申请入选的方式经营 不过已经给了七年的时间 市府也强调立场不变 希望摊商能够去合法经营的摊机场 继续经营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去到七年之后 感谢观看